之前财团法人、天主教、花联教区 特别在复理乡的复理国小活动中心 举办了儿童权力公园宣导和教育的活动 特别邀请到了玉璃分局复理分助所 永丰派出所的第一线执法同仁 来到现场进行宣导 透过和孩童互动的方式 来增广孩童对于自身权益的认识 加强自我保护 面对危害的时候能够有所警觉 及时的寻求协助来避免伤害 财团法人、天主教会花联教区 在复理乡、不理国小活动中心 举办儿童权力公约宣导以及教育活动 特别邀请到了复理分助所 永丰派出所的第一线执法同仁 前往宣导 透过与孩童的互动方式 增广儿童对本身权益的认识 加强自我保护 警员乌凤之在宣导当中 以简报的方式来吸引儿童的目光 并且搭配儿童最喜欢的有奖争达 将儿童权力公约精神 升职在孩童的内心 并逐步介绍儿童四大基本权力 包括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以及参与权 生存发展权 刚刚你们有提过吗 然后第二个就是受保护 刚刚你们没有提过 第三个是教育权 刚刚没有人讲的教育权吗 然后第四个呢是参与权 总共这四大部分 预分局表示 非常重视儿童的权力保护 这部分需要家庭、社区、学校、警政 共同来支持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还是有些认识或认识的